大陵老中央行的第三代老板许开心 生产中央文化保留的必要性 将中央行就地面旁的老屋建筑 规划成观光中央文物馆 让民众能看到大陵的独有特色 创馆的目的的话 因为这个的话文物馆的话 是以文物跟一些重要的一些器材为主 就是以前我们传统的流传下来这些东西 所以会比较深度 不会只是让你看 我们会实际地教导你 以前的人是怎么做一个裁切切片的动作 还是怎么抹粉 一些动作让现代的人了解 以前的人工作的一个辛苦 做中央的辛苦 因为中央现在是比较没落的一个产业 那我是希望年轻的一辈可以 从这个来文物馆可以了解我们中央 慢慢去推广下去 让更多人了解 一个即将消失的传统产业 现在能够逐渐朝向大众观光文化发展 想过程一定经历了许多困难及挑战 屋买下的时候 进来看的时候其实屋况很糟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展场 那我们整个重新要做一个改造 那老旧的东西像 那个它的一个老旧地板 还有天花板 其实我们做很多的一个保留 整修的一个过程 会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心力 还有它的一个金额就是 比重新建的还贵这样子 所以其实超过我们想象很多 不过我都希望把它做了一个 配合我们的中央文化 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规划 对像有一个就是比较老旧空间的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那个文物馆的部分 就是比较布古的一个感觉 许开心与大林小旅行合作 透过观光和亲自导览的方式 向大家介绍关于中央文物馆 我们会慢慢的去让它拓展出去 可以占一些讲座的一个部分 那是中药中医的一些讲座为主 那亲子它来可以做一个中药的一个DIY 然后我们的一个 它的一个使用率会慢慢的增加这样子 我小时候我外祖父也是中医师 那我懂事之后 其实他都没有在 已经没有在营业了 但是我对中药的这些什么药柜 或什么也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过来以后我就看到 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蛮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那我就是觉得说 有这种保留下来的东西 它就是有一种吸引力 中药文物馆正起步 透过吸引的文创方式 为大陵注入活力与契机 在大陵这片土地 有许多地方人士正努力推广大陵 回馈故乡 中正一报 许若爱 刘一新 嘉义大陵报导